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格来说 司马光并没有给唯卫救赵做任何犯案 关于孙殡的谋略和田记的打法 资质通鉴的史料来源是史记里的孙子无起列传 司马迁确实说到田记进反大量之后 魏国军队从邯郸撤军 但并没有具体交代 魏国军队是在拿下邯郸之后撤的军 还是放弃了对邯郸的包围而撤的军 不过在史记的另外一些篇章里 给出了很明确的记载 六国年表在魏国历史的部分 以魏国的视角说 邯郸投降了 齐国在桂林打败了我军 而在赵国的历史的部分 以赵国的视角说 魏拔邯郸 意思是魏国攻克了邯郸 赵世家同样以赵国的视角说 魏惠王把我们的邯郸攻克了 但齐国也在桂林把魏国军队打败了 战国册也有同样的记载 看来毋庸置疑 邯郸确实被魏国占领了 只是赵国的档案里 没好意思提 邯郸是投降的 只说魏惠王把我邯郸 邯郸呢 是被武力强攻下来的 魏国的档案 没有这些机会 直接记载 邯郸想 司马光一定是在史记的记载里 多方参照 这才给唯未旧赵的故事 补齐了一个事实 不过在今天 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里边 司马光从没看过的 孙并兵法 应该对唯未旧赵的事件 最有发言权 孙并兵法的第一篇 秦旁娟 详细讲述了孙并给田济座 战术布局的全盘经过 事情竟然和资质通鉴的版本 乃至和史记的版本 很有出入 秦旁娟的开篇 以追忆的口吻展开叙述 说当初 魏惠王准备攻打邯郸 派将军旁娟 统兵八万 进驻持秋 齐维王听说之后 派将军田济 同样统兵八万 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边境 这里之所以 不知道什么地方 是因为孙并兵法的竹简 毕竟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打磨 很多文字呢 已经磨灭不清了 联系上下文 田济驻军的地方 应该是齐国和魏国的接壤地带 至于 旁娟驻军的池秋 乃至秦旁娟一章 涉及的几乎所有地名 引出了很多学者的很多考证 莫衷一世 我倾向于 黄胜章的考证 所以呢 下文涉及的一些地理问题 我用到的基本都是 黄先生的结论 在对应今天的行政句话 我们先来对 魏国首都大梁 和赵国首都邯郸的地理关系 有个概念 大梁和邯郸 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的关系 从大梁向北大约200公里的直线距离 就到邯郸 比较麻烦的地方呢 就是要渡过黄河 从秦旁娟的上下文来看 旁军的进攻路线 是先去威胁魏国 魏生的魏 看来魏国这时候 已经不愿意做魏惠王的小弟 转而呢 和赵国走得近了 魏国首都浦阳 在今天的河南省浦阳市浦阳县 顾县村 顾县村北边不远 就是战国时代的黄河顾道 顾县村西南十几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小寒村 这里就是旁娟 当初驻军的池秋 旁娟从池秋 可以轻易拿下魏国 也可以渡过黄河北进汉郸 相应的 田济统率着同样规模的一支大军 很有可能隔着黄河和旁娟对峙 这种局面 刚好就是齐维王 问过孙并的那个问题 两军旗鼓相当 阵型都很牢固 谁先进攻谁吃亏 在这种局面之下 该怎么打破僵局 打赢战争呢 你还记得孙并 那个找身份低下 作战勇猛的人 当炮灰的回答吗 从秦旁娟的记载来看 齐国一开始的战术 并不是唯卫旧招 而是直接压上大军 和旁娟对垒 在这种局面下 旁娟竟然没有北上 而是在黄河南岸 收拾了那个背叛大哥 实力孱弱的魏国 这回轮到田济犯难了 不知道该不该进兵救援魏国 旁娟的打法相当高明 如果田济袖手旁观 就会损失一个盟国 如果田济发兵来 就旁娟呢 正好以一代劳 围城打员 还好田济这边呢 有个孙并 毕竟和旁娟同学一场 摸得清旁娟的战术思路 孙并的谋划是 既不能去救魏国 也不能按兵不动 而是要遵循 披纲倒须 行革示尽的原则 绕过旁娟的主力 向南进攻平陵 平陵在今天的 河南省长元市附近 当时是打梁的门户 那么问题来了 平陵既然是大梁的门户 自然会有很强的防御力量 难道孙并不清楚 平陵的情况吗 孙并啊 当然清楚得很 他对田济说 平陵城池虽然不大 但统霞的地盘很大 兵力充足 是一处一手南攻的要塞 而且我军 进攻平陵的话 南边有宋国 北边的有魏国 还有大梁北边的 士丘党路 我军的梁道 很容易就会被敌军截断 这就意味着绕道进攻平陵 汇集了各种不利因素 不但要冒着绝粮的风险 胜算也微乎其微 那为什么要去找死呢 孙并的意图是迷惑庞娟 让庞娟相信齐国的指挥官 是个不懂军事的草报 就这样 田济 八营起站 不和庞娟的主力空耗着了 绕道直扑平陵 快到平陵的时候 田济呢 又来请教孙并 这接下来该怎么办 孙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都大府当中 这有谁脑筋不灵光 性格鲁莽 前面讲过 齐国呢 有所谓五都 除了国都林辞之外 另外四都都是边防重镇 齐国的主力部队 都集中在五都部署 每一个都的长官称为大夫 齐末呢 就是五都之一 齐末大夫在前面 已经有过闪亮登场了 这一回 田济远征 应该会有各位都大夫 带着本都的军队参加 整合成一支八万人的大军 被孙并 这一问 田济回答说 那我推荐齐成大夫和高唐大夫 齐成很可能指的就是国都林斯 高唐也是齐国的五都之一 确定了人选 孙并们开始谋篇布局了 秦旁圈的这段记载缺次太多 幸好谋划的轮廓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孙并呢 要派两个满汉带兵去做炮灰 强攻平陵 齐成大夫和高唐大夫 恐怕并不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 于是向前攻城攻不动 后方呢 又遭遇敌人的截杀 果然如孙并所愿 溃败下来 从这一点上看得出来 孙并兵法的失传是有道理的 这种本该仅限于口传新秀的阴谋 一旦白纸黑字写出来 太让人不舒服 更要命的是 这些内容一旦流传开来 统帅呢 就很难进行指挥了 因为被派出去打硬仗的人 心里都会忽疑 这该不会是扔我出去当炮灰吧 当齐成和高唐两位大夫败北之后 田几又来请教孙并了 该败的这个账已经败了 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 很难相信在真实的作战环境里 田几竟然不清楚孙并的全盘谋划 所以秦旁娟这样描写 应该是为了突出戏剧化的效果 孙并又出一气 要田几派遣一支轻装部队 直驱大量成交 目的是激怒旁娟 让他回原大量 这支部队的兵力不能多 阵型呢 也不能太整齐 目的是麻痹旁娟 让他轻敌 这个时候的旁娟 应该已经渡过了黄河 占领了汉郸 还听说后院起火 果然重计 把助力和资重呢 甩在了后边 带着青装部队 昼夜兼程 回原大量 而孙并 早已选中了旁娟回原的 必经之地桂林 和旁娟抢时间 迅速以主力部队 设下埋伏 完成了决定胜负的 最后一战 作为决战之地的桂林 可能在今天的山东省 何泽市附近 也可能在河南省 长元市附近 所以何泽有个桂林路 长元呢 也有个桂林大道 我们一旦关注地理 就会发现一个疑点 湘陵 哪去了呢 在史记和资质通鉴的版本里 齐国的战术谋划 明明就是不管邯郸 直扑魏国重镇 湘陵 但为什么在秦旁娟的版本里 湘陵 竟然完全没有出场呢 桂林之战以后 世界局势会怎样发展呢 田稷和孙并 会不会趁热打铁 再给魏惠王 几起重击 照顾 有没有夺回邯郸 周边的几个小国 又该怎么站队呢 更让人好奇的是 韩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 眼看着自己身边烽火连天 怎么就一直没有动作呢 如果韩国这支生力军 忽然加入战团 会给这一场世界大战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欢迎在留言区 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